今天的讲座会,我大概是要讲解的是 第一是简解,第二是消费税的模式 后来是消费税的注册,消费税的账目 金项税回扣系统,其他相关示意 过渡期,准备进入实行消费税,还有准决 我们目前拥有两个税务 一个是消费税,消费税,还有一个是 服务税,现在实行的消费税 它其实是在1972年已经落实了 只要是特定本地生产或进口的货物 只要是年营业额门康超过10万领寄以上 就必须注册为消费税 然后税务是以5%,10%或者是其他 服务税,它是在1975年已经落实了 它是给特定的服务,还有营业额门康 0-300万以上就要注册,税务是以6%或者是其他 请问在座的各位,有谁是 Sell Tax或者Service Tax的注册者,能可以举一个手吗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少过10个 Sell Tax,它其实是在制造商的那一程度罢了 增收5%或者是10% 当我们要是说,我们去买任何的东西 包括是比如说一个类子,就是说家事来讲 我们是去厂家买的话 这样我们就会有一个Sell Tax 10%,可是要是说我们是跟批划商或者零售商买的话 我们就在单据里面是看不到那个10%的,对吗 其实我们的东西是包含了10% 只是单据没有写出来,因为我们不是跟注册者买 所以到最后消费者,其实我们卖的东西是包含了的 这是其中的一个比喻,5%的 所有的事务都是Sell Tax, 5% 然后家事,衣服,碗碟,衣橱,还有其他的是10% 这些大多数是我们在商店里面 或者百货公司,或者家事厂,或者衣服制造厂,还有等等 商的,都可以看到买的东西 服务税 服务税的供应是在当服务业的商家们给我们服务的时候 他就会向我们征收一个6% 比如说我们通常的去餐厅吃东西 他通常在单据里面会写一个10%的Service Tax 还有一个6%的Service Tax,对吗 那个6%的Service Tax是还给客户的 而那个10%的Service Charge 并不是还给客户的 是那间餐厅拿来当作是Tips给他们的员工 所以我希望在这间餐厅不要误解说 那10%是还给客户的 然后还有比如说我们去律师楼 我们要做S&T来一下 律师将会将我们征收一个6%的Service Tax,对吗 那个Service Tax就是5月的Service Tax 5、6%也是征收,然后还给客户的 这是其中的一些服务业的证税服务、纳税服务 比如说餐厅、专业人士服务、货车厂、汽车维修中心、保安、服务 或者是酒店等等 其他都是征收6% 我这里有一个比喻就是 我们目前的销售税与服务税导致2成的税务 怎样是属于2成的税务呢 比喻说一个饼干制造厂 以饼干厂来讲 饼干厂它的副品就是饼干 然后饼干厂做法做好的饼干 它销售的价钱是4块钱 4块饼干是属于Service Tax 5%对吗 5%乘4块就等于20线 在这里它就要征收20线的Service Tax 然后它将会以4块够的价钱 卖给酒店或者是餐厅 当然嘛 这生意大家都要利用对吗 所以要是说餐厅它要利用3块钱的话 它就会将4块2再加3块等于7块2 在7块2的时候 因为餐厅它有一个补物税 它就会7块2再乘6% 就是等于43线 之前我们已经付了20线 再加43线 我们一共消费者一共付了63线 就是一个是补物税 一个是销售税 是销售税 在这里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不两个事故 可是GST里面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不会发生呢 等一下我解释给大家听 目前为止 106个国家已经落实消费税了 只有马来西亚 只有马来西亚 Maintain 还有 文莱 还没有落实消费税 可是马来西亚将会在 4月1号2015年 落实消费税 以税率6% 4% 消费税的模式 其实 消费税它并不是一个新的税务 它只是带取 现在的销售税 和服务税罢了 意思是说 明年的4月1号2015年后 有了GST 销售税10%或5% 还有服务税6% 交费没有了 所以 只征收一个税务罢了 就是GST 6% 消费税 它是指多层次的正值税 有消费 才需要纳税 为消费人 向消费人所征收的消费税 成为消项税 消费税 要是说我们已经注册了 然后 我们征收来的 征收的GST 6% 是属于我们的消费税 什么是 消费税呢 消费税就是 商家们 他们做 还了的 消费税 消费税 就是他们的消费税 然后 input text跟output text 是可以 offset的 只要是在大马 供应货物和服务的税务 还有 进口的货物和服务 都需要付消费税 麻烦关一关 这个本 好吗 谢谢 这里有一个 比锁衣服制造商 他要制造衣服 什么是属于他的 input text 就是进香税 什么是属于他的output text 是消费税呢 在衣服制造商里面 他的原料 就是物料对吗 然后有扣 还有 Gip等等 其他 是属于他的原料 Let's say 他有一间工厂 那间工厂是租的 那每个月要缓租金 然后 租金里面 有charge 6% 再加上 那个水电力等等 这一些也是有charge 6% 对吗 所以那个商家 将要还那6% 对吗 他所还了的那个6% 就是属于他们的进香税 就是input text 然后进香税 是可以回扣的 然后制造商 衣服制造商 他制造出来的衣服 他卖出去的时候 他向消费者 征收的那个6% 就是属于output text 像向税 至于服务业 至于服务业呢 比如说 出租建筑物来讲 他的原料 就是建筑材料 可以十倍 然后 还有律师费 或者建筑服务 水电费 所有他所付了的 管理权的6% 就是属于他的进香税 然后他把那个办公室付租的话 他向人家责收的那个lender 加了一个6% 那6%将会属于是他的output text 消向税 在这里 进香税 都是可以回扣的 只要是注册者 就可以回扣 进香税 在消费税里面 他一共有三种供应 三个分 啊 供应 第一个就是 标准税率 Standard Rate Supply 第二个就是零税率 Zero Rate Supply 还有一个是 霍免Exam Supply 在标准税率的供应 所有的供应 将会要征收6% 除了他是在零税率 或者霍免的其他东西 供应 都是属于标准税率的 然后在零税率的供应 是不需要付任何的消费税 就是零% 莫免一样的没有消费税 标准税率 就是6% 我们这时候6% 商家们只要是注册者 就可以回扣 进香税 他们是怎样运作的 OK 在标准税率的话 所有的制造商 批发商 还有零售商 知道消费者 在每一个的过程中 都要征收6% 同时 制造商 批发商 还有零售商 你们是可以回扣 净向税的 给大家一个比例 驾驶 驾驶 制造商 他要把驾驶 的成本 100块 他卖给零 批发商的话 就是 要做水利的产品 对吗 所以他就100 乘6% 就是要收GST 6块 他的采购价 就是将会是106块 然后 批发商 他要卖点零售商的时候 要增值嘛 就是要 NCOVID 我们所谓的 然后他就要 比如说他要增值25块的话 他就会 以售价125块 卖点零售商 我想请问在座的各位 为什么是125块呢 就是100块加25块 额币不是131块呢 额币不是106加25块呢 为什么 你们一定会想到 哎 之前我买的是106块 我一阵子25块 一定是131块 对吗 可是我给的类似是125块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有想到吗 就好像刚才 主席说假设 为什么 扣出6% 对 因为 只要你是注册者的话 你就可以回扣 金项税 那个6块之前 所付了的 他可以回扣 回扣后 就不属于 你们商家的成本 不属于你们的成本的话 当你们卖出去 所以是拿成本100块 再加到增值25块 所以 125块乘6% 就是等于7块半 7块半加125块 所以总售价就会 132块半 在消费税里面 无论是生殖 多少都好 它都不会影响到我们 有的 刚才主席 主席都讲 诶 要4加 一直加 一直加 我们是不是一直 1乘6 6乘6 6乘6 一直加这去 6乘4次 就24% 对吗 我们是不是将会 以后会破24%呢 会还是不会啊 不会 是咯 我们是不会的 为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我们说 供应商 他的售价10块钱的话 他将会收的 销香税6% 扯10 就是60现 这60现 他将会还给增幅 然后制造商 业势所 他要增值的话 他增值40块的话 就是10块 再加40块 就是50块 50块再扯6% 就是3块钱 对吗 3块钱 他之前所付了的60现 他可以回扣 回扣后 就是将3块减60现 等于 offset了 他就还2块4给政府 之后 到了批划商 一样的 他要增值 再加一个20块 就等于70块 70块再乘6%的话 就是4.2 7乘6 70乘6 4.2 之前 他已经付了3块钱 4.2 减3块 等于1块2钱 这块的钱 他将会 还给政府 到最后 政府 政府 指向 那我们资计 我们资计 我们资计 最后一个价钱的6% 就是100 乘6% 6块钱 虽然你们在每一个过程中 他是有 征收 可是 你们要记得 他已经回扣给你们了 所以到最后 政府只征收到 60现 再加2块4 再加快2 再加快8 6块钱 就是 100 乘6% 6块钱 所以到最后我们消灭者 无论是他们正值多少都好 我们只剩付 106块 这是标准税率的供应的一些例子 我也刚才也说了 只要他不是属于零税率的 不是属于Exam Supply的 获免的 所有的产品 是属于 跳准税率的 6% 零税率 Zero record 3块 在零税率 我们最喜欢的对方 不论我们买什么 只要自己的零税率 就是 0% 可是 上家人 虽然是0% 同样的上家人 可以享受 回够 净向税 在零税率的供应 每一个过程中 无论是制造商 批发商 零售商 或者消费者 都好 都不需要付任何的税顾 可是制造商 批发商 零售商 你们是可以 推扣 净向税人 我相信大家会问 我没有向人家贞收 我拿来净向税 对吗 我要回扣什么 对吗 有没有这样的疑问 在你的导海中 一定有 对吗 你们 虽然你们卖的供应 货物 都是属于税率的 但是你们不要忘记锁 你们租的地方 有布兰特 可能它有 可能它有像你们自收6% 你们的水电费 也是有6% 然后你们买的原料 有6%的话 你们都可以回扣 这是属于你们的净向税 比如说 至少 车采购成本是100块 然后 它是属于零税率的供应 所以它是0% 就是 它一定也要赢 采购价100块 卖给批发商来讲 在这里 要是批发商要正值的话 无论是多少钱 它这支都好 再说 它这支25块 它就会以125块的售价 卖给领售商 因为它是属于零税率的产品 所以账户可以 征收任何的税务 零税率 到最后 我们消费者 或者是领售商 将会以122块 购买 那个供应 虽然是零税率 只要是注册者的话 你们都可以享受 尽向税率的领售 这是其中的一些零税率的供应 我想向大家强调一下 这里的比喻是到今天的为止 真正的零税率的供应 我们还等着财政部给的定案 还没有出来 等定案已经定出来后 那个才是真正属于零税率的供应 这是一个比喻罢了 零税率的供应其中的一个比喻就是 农场品 大米蔬菜等等 鸡 鸭 牛 山羊 水牛 绵羊 猪 虾 鱼 鱼 虾米 还有其他的海鲜 等等 还有大米 麵粉 糖 酱油 牛肉 羊肉 鸡肉 鸭肉 猪肉 等等 大致上 我们在巴萨买的原料 都是属于零税率的供应 所以Auntie Uncle 明年去巴萨的时候 不用担心说 我们买的菜将近是6% 不用担心说 我要买的鸡肉是属于6% 然后 首300个单位家庭供应 也是属于零税率的 水 啊 水家庭 自来水供应 也是属于零税率的 或者是所有的出口的货物 或者货物 是属于零税率的 原料只要是还没加工的 就是属于零税率的 Let's say 我明天 啊 消费水口4月1号 2065年 我去巴萨买一只 还没加工的鸡 就是原本 刚刚杀出来的鸡 这样 我要还6%吗 我有 对 因为它是属于原料 还没有加工的 可是 我去 Giant 买的鸡 有放了粉 有放了 啊 sauce 这样要缓6%吗 要 对 因为它 已加入了 不属于原料 所以它 要缓6% 获免 获免 获免就是 EXM小派 所以 所有属于获免的 供应 是属于 不可以 证收任何的 PSG 同时 也不可以 回扣 金项税 OK 比如说 供应商 它供应 医院的 货物给 四人医院 它将会 向四人医院 征收 6% 可是 四人医院 不可以 向消费者 征收 6% 因为 四人医院 是属于 豁免 然后 四人医院 同时 然后 不可以 回扣 金项税 OK Let's say 供应商 它采购成本 100块 它将会 征收 6% 向四人医院 征收 6% 就是 106块 然后 Let's say 四人医院 它要 征收 25块 的话 它 将会 向消费者 征收 131块 的话 在这个时候 它不可以 回扣 它的金项税 同时 它也不可以 向消费者 征收 6% 它 将要 向消费者 征收 131块 为什么 这一次是 131块 呢 为什么 这一次是 131块 呢 因为 私人医院 它是属于 豁免的 工类 它不可以 回扣 金项税 它不可以 回扣 金项税的话 它只有 两个选择 第一个选择 就自己 顾 那个6% 第二个选择 就是 把它 将进去 它的售价里面 所以 在这里 这个 市人医院 它选择了 把它 将进售价的话 它就将 为你 106块 它之前所顾了 再加它 正值的价钱 25块 就是131块 向西部队的 正值 这次是 破免供应的 分别 比如说 地铁或者 国车 巴士 Taxi 或者是 出租车 Home 高速公路 水上交通 农业地和一般 用途的土地 市立 医疗和交易 出载物业 还有金融的 衣物 这些全部是属于 破免的 我相信 在座的各位 也会问我 可能等下 会有一个问题 说 我明天 GST 明天 GST后 我够要是够买 屋子 要不要顾 消费税 对吗 要不要顾 请问 要还是不要 要的只一个手 不要的放下 加钱 全面是什么 哦 有人举手 要 OK 让大家知道 住宅区 Bestination House 是属于破免的 这样要试所 明年买商店的话 Commercial Building 要不要顾消费税啊 有 对了 其实你们都很厉害 啊 OK 标准税率 他的output tax 就是消费税 6% 同时 所有的注册者 可以 违扣 净向税 零税率 他的output tax 就是消费税 0% 所有的注册者 商家们 都可以 违扣 净向税 破免 他不可以 征收任何的消费税 同时 也不可以 回扣任何的净向税